我還記得最後最後他很窩心的 他可能自己都忘了 他很窩心的問我一句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想做 不如這樣好了 我們去高雄給他賣金橘檸檬 你知道現在最賺錢的是什麼嗎 你知道金牛座那種務實的個性又出來 現在最賣錢的就是金橘檸檬 不如我們去高雄給他狠撈一筆之後咧 然後我們再來另做打算 當然那時候他還在當兵 也沒有什麼名氣 當然可以說放棄就放棄 他有一次 糟了我忘記是哪個女朋友的 他有一次跟 講他跟他女朋友認識的一個過程 然後後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跟那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就上火車走了 然後他就說 他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 各位這不是歌詞 也不是在背劇本 是他跟我聊天 而且他真心這麼覺得 就說那個女孩走了 也把他的心一起帶走 我也不多說 我當場就給了他淚水的回應 他的歌不一樣就是很 平易近人歌詞也都很口語化 所以聽起來覺得好像真的是我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而且他的歌曲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掉一掉比較不一樣 所以很特別 而且重點是他又很有個人的Style 所以他會紅就是因為有很多像我這樣的少女很痴迷他 通常在日本你看到這個愛能出體驗這幾個字呢通常是你知道成人 就是說你要轉化成成人會有晚上會發生很多事情 就是說某個成人片裡面他的標題可能就是愛能出體驗 好我們的張正月先生也不啰嗦把他用在這個這個下午很無聊這張專輯 而你以為秘密基地沒有對不對 也沒有他也沒浪費 這張專輯當中呢有一首歌叫做看你三百回 現在很浪漫想要把一個女生看三百回一直印在腦子裡 也不對 如果你現場LIVE表演的更棒的話 看你三百回呢就可以轉換成另外一個字 那是什麼字呢就是嗯你三百回 磨研唱片公司的老闆張培恩先生形容這個做音樂的人有幾代 我覺得他形容非常傳承 張正月這一代的年輕人創作呢 我都說他們是用下半身在做音樂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就是說做到爽啦爽最重要這樣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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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節目十點播說好隨便你們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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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了 他走了 你有首歌叫分手對不對 對 他走了他把我的心都帶走 那是誰 我們認識嗎 不認識 上上 那是很早以前 上上上上 是坐火車我有兩種 有一次是坐火車有一次是坐飛機的 沒有感覺 覺得你的女朋友都會 你有交通工具離開 你有騎腳踏車離開的 他走了也把我的心帶走 還把我的腳踏車帶走 還把我的腳踏車帶走 不隨便換給我 那一次其實還滿好玩 因為那一次是 其實都 因為是學生很早前 還是宜蘭的時候 連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有感覺 因為 也 不是說沒談過戀愛 就是那種 那種很 還是很心存的時候的 就是都沒發生什麼事 連牽手都沒有這樣子 沒有看你三百回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完全就是 哇 他走了 怎麼辦 你們兩個都是基督教 你們兩個都是基督教 像這個寫歌 當然一定會有一些感情在裡面 我想 因為像你現在做爸爸 所以在你的專輯 整張看起來 就是完全有爸爸的味道 那他才24歲嘛 那沒有這種 這種 這種 或者是 分手吧 對啊 其實你這一張專輯 自演 已經比較 受戀 上一張更 粗魯 對 其實有些東西 我是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在舞台上面 它是一種情緒 它不管 比方說有時候 很多外國的搖滾團體 它可能就是 哇 就是已經 已經去完全帶動大家 比方說像 摔倒啊 對啊 然後撞牆壁啊 對啊 跳到 我常常覺得很多搖滾歌手 比方他們很喜歡 最後 跳到這個人群 然後他要散開 砰 對 我總希望是這樣子 他是羅板級 那種狀態是在一個 我覺得那個狀態是 同時是沒有政府 我一直覺得是這個樣子 比方說大家說 聽音樂聽到 沒有政府啊 那種是完全 安娜狀態 可是完了之後 好吧 要回家還是要坐公車這樣子 這才過癮對不對 對 這才是過癮 其實在回到 就在那一剎那的時候 是忘掉許多的事情 然後再回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豬頭皮不是的 豬頭皮之前是 只是說他現在當爸爸 都已經收入更多了 他之前什麼 我是神經病啊 來訪酒 一堆那種 其實根本他就是沒有辦法 做神經病 所以他想當神經病 對不對 其實我講他的故事 蛤 什麼 我還好啦 我不會啦 我幾乎 你會想去賣金橘什麼檸檬 對啊 這個人不神經 不過當兵的時候真的很窮 你知道我們公司有個阿怪嗎 也是寫歌 我前幾天還遇到他 對 也當兵 對啊 遇到他 吃飯的時候他會出現 對啊 他會走一走 你們怎麼在這邊吃飯 好巧啊 但是我覺得這 在軍中其實 也是一個人生的 不錯的體驗 但是我覺得 這裡有一首歌 譬如說這樣 乾妹妹 這很噁心喔 不會不會 這個不會很噁心 怎麼我覺得 我去台人家說 他介紹男女 不是不是 不是在介紹 就是介紹男女 我說啊 他是誰 他是我的乾妹妹 乾妹妹 對 我也是用這樣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 你有很多乾妹妹 我沒有 我是用這個 因為她 乾妹妹這三個字 其實很含糊的 所以到底是 搞頭呢 還是真的乾妹妹 就是 就是不清不清 還是光頭 對 你就沒有嘛 我沒有 他鼻頭 乾太太有沒有 沒有這種麻 什麼乾太太 好 張正月 這個現在 這個豬頭皮 完全沒有這種困擾 我想豬頭皮啊 這個你這麼 我沒有去那種 風花雪月場所啊 好 那可是你有那種 起笑起笑的時候 你老婆 可以接受你這樣 你在家 其實不會這樣 對不對 還說你在家 也會 你老婆很苦 很苦啊 我們家小豬頭皮 大家都在笑 我老婆有時候 也會笑 真的嗎 真的嗎 她會很好笑 她每次在看 超級星期天的時候 看到超級任務 她跟我講說 就是比如說 一年前 她每個禮拜唸一次 我跟你講 你那個時候 到時候要找誰啊 每個禮拜 跟我換一個人 你有沒有人要找 沒有耶 那個 那個 坐著腳踏車離開那個 要不要找 找啦 不要啦 我幫你找 我那個技能啊 很厲害嘛 不過那個女孩如果搬到來不去 來不去啊 對啊 對啊 你要不要找 愛情你我他嘛 那個找得到啦 還有聯絡齁 對 其實都有聯絡 都是你聯絡吧 不會是你女朋友去跟他們聯絡吧 沒有沒有沒有 厲害就厲害在這裡 他們兩個有聯絡 然後她要問她前任女朋友說 阿岳喜歡吃什麼 哪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張正元 可能會在這裡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不是陳士華說嗎 傷心的就是因為分手的時候沒有好好說再見 欸 所以你一定有好好說再見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可以保持不錯的友誼 而且讓現在的女友跟前面的女友都是好朋友 對啊 因為這個很難耶 還有前前任前前任 組個女子籃球隊 還有那麼多 外國 足球隊 足球隊 欸 請問你啊 這個這個 這個最最嚴重的時候就是 我不太相信這個現任女友能夠接受你那麼多的這個這個 這個前面啊 港妹妹 不是港妹妹 不是 你是怎麼樣去讓她接受你那麼多的 而且跟前面的可以交成好朋友 因為其實之前之前前任女友就已經跟我現在這個女朋友已經很好了 對 結果因為前任女友她是就是她在外國讀書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發現我們的感覺越來越淡 其實也有提到 在外國讀書那個嗎 對 是吧 那個 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然後你知道就越來越 越來越那個 就是越來越遠 就要越提到的時候 對 而且她現在其實也交了另外一個女朋友 其實我們男朋友 對 對 男朋友 講壞了 所以呢 她希望說 她希望說這個在台灣也有一個女孩子照顧你對不對 對 她把她委託給她 對啊 然後剛好是大家都還都認識這樣 所以說其實大家心態都還滿可以去調整到一個 大家都剛好滿平衡的 那你現在女朋友會不會擔心你將來再交女朋友 然後再把這個委託再給她 會 其實會 真的喔 對其實會 其實還是會滿擔心的 對啊 因為我 我也不是花 而且你不是花 但是聽說也很多人找個理由來找你寫歌啊什麼 對啊 小S啊 你亂講 不是 那不一樣 不一樣 怎麼叫不一樣 好 還沒信心的 那是說明說明 來來來來 吃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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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小S啊 平衣 孫明明不是 有關張建越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好其實聽歌是一部分 寫歌也是一部分 現實的戀愛生活 還是要謹慎 你們有看到去年一年那麼多緋聞 男人 事業好的時候不要走桃花玉 不要走 叫啾啾的 我幫你 不要走 老台 Amy也不行